老人只是想捡点废旧瓶子 却遭到了城管的暴力执法 可本以为城管只是嘴上说说 没想到不仅扣了他的三轮车 还将老人一脚踹到了地上 然而命运反转得太过戏剧 不曾想 城管当晚就被人割喉谋杀了 等警方赶到现场时 就只发现了一张死亡通知单 上面给出的罪名是五分之一 还没等警方搞清状况 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起命案 死者同样是被戾气割喉 而他的罪名则是五分之二 警方瞬间明白了 原来这是一场连环杀人案 可奇怪的是 两名受害者之间却毫无关系 生活上也没有任何交集 为了摸清凶手的杀人逻辑 专案组立刻对死者的身份展开调查 结果却意外发现 他们和石黄老人之间似乎都有联系 原来在案发之前 老人被城管殴打后出现身体不适 本想到医院求助 可没想到 一个女人因为住院的问题 和医护人员起了矛盾 就算全身换血 只要我说 你们就都给我做 本来晚上值班医生就少 全被女人喊了过去 结果导致突发心脏病的老人 英抢就不及时而去世 现在看来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间接杀人的证据 根据护士提供的信息 专案组立刻前往老人家里调查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里却聚集了很多陌生人 警方通过询问这才得知 原来老人根本不是什么拾荒者 而是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 自从凡老退休后 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靠着登三轮捡破烂的生活 凡老资助了近百位失血儿童 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 却因为路人的捣乱横死街头 专案组罗飞得知真相后 立刻明白凶手是在帮老人复仇 按照他的逻辑 凶手肯定还会再杀三个人 果然 下一个五分之三很快就出现了 死者是名医生 并且根据调查发现 凡老曾在昨晚向这家医院求助 可看着衣衫蓝绿的老人 医生却担心他付不起手术费 于是便拒绝抢救病人 而凡老也只能被迫前往其他医院 结果又遇到女人大闹急诊室 最终错过了抢救时间 不过罗飞却注意到 两家医院之间相隔好几里地 这中间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导致烦老的病情出现加重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 立刻沿着老人的行动路线展开调查 果然在沿街的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你老同事没张眼睛啊 你撞着我了看没看见啊 那是一撞到我 你撞到我好不好 我这老人是一钱呢 眼睛长点 都要投资 你为了你好不好 你讲不懂这个 眼看老人已经摔倒 女人不但不服 反而留下一句脏话扬长而去 当警方顺着线索找到她时 女人依旧是毫不在乎 直到看见凶手发来的通知单 她这才脸色大变 但此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距离通知单上的执行时间 只剩下不到十分钟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警方只能对她进行贴身保护 可谁能想到 凶手早就做好了准备 她提前在会议室安装炸弹 并以此威胁女人 让她划烂自己的脸 否则就会炸死所有人 想那么点 咱们这次暴战 只是给你一个小时候的结果 但是后面 就没有这么紧张 眼看女人迟迟不肯动手 几个老总只好一拥而上 准备强行帮她毁容 最终濒临崩溃的女人 只能按照凶手的要求 划伤了自己的脸 面对凶手如此嚣张的挑衅 专案组全体成员暴怒男安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 罗飞只能再次来到街上 重走凡老当天的路线 首先是因为城管的殴打 导致凡老身体出现不适 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医院 却又遭到医生拒诊 情急之下只能前往其他医院 可路上又因为女人的谩骂 导致病情加重 等凡老勉强到了医院后 谁料又碰上女人闹事 最终不幸离世 虽然凡老的行动路线势理顺了 可让罗飞想不通的是 凡老明明身体出现不适 为什么还要徒步前往医院呢 看着眼前驶过的公交车 他突然意识到 凡老不是不想坐公交 而是根本上不了公交车 他拿了那么多塑料品 东西又多又脏 公交司机 现在看来 凡老当晚应该是遭到了拒载 而司机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于是警方立刻将人带回警局 经过审问 果然发现他就是最后的五分之一 并从车上找到了通知单 可当司机得知凡老的遭遇后 却感到非常懊悔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决定就算冒着被杀的风险 也要亲自去给凡老上注销 而司机的这一行为 却也让凶手看到了他的忏悔 最终撤销了通知单 但他的杀戮却还没有停止 很快 下一起案件的通知单就出现了 而凶手给出的罪行 竟然是猥亵杀害女童罪